LAYO聊世紀天天用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曲折羅倫對上勃勃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9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是肥龍喔 那肥龍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特色是他的薩地利科技 可以讓他的所有食物消耗減免非常多 不管他是要出肉碼、駱駝、閃避碼、火槍、相攻 這些折扣都是非常多的 後期寶兵的環刃頭之手也是可以獲得很多折扣的 曲折羅倫最特殊的地方是可以把馴養的動物放到模仿裡面去擠奶 這邊就可以喝羊駝奶 就可以慢慢產生食物 這一點一點的慢慢增加 曲折羅倫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騎兵路線 他的騎兵路線都有所謂的額外增傷 不管是落頭額外增傷或是閃避碼都是非常痛 後期可以考慮走火槍配上閃避碼 或者是打環刃頭之手或是火炮路線都是相當適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RUNNY選擇的文明是伯伯仁 伯伯仁的特色是聰明的移動速度 開始就有5%的跑速加速 到封建時代我又獲得10%的跑速 這個跑速的優勢 可以讓他在聰明的一來一往的放返資源時候 或者經濟優勢 伯伯仁他的打法也是主要走騎兵路線 帝王時代有8折的騎兵 這個馬舊單位的折扣 那城堡時代則是9折 那到了帝王時代也可以轉成駱駝工兵 那他的存戰有點是類似於蒙古人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喜歡玩蒙古人的話 伯伯仁也是會很適合你的 他跟蒙古人一樣都不能升級大槍兵 但是駱駝他有特殊能力 可以自動回血 只要等下這個金冠科技 駱駝可以補血 駱駝工兵也可以自動回血 非常好用 那後期的伯伯仁 只要是靠馬攻霧線 所以早一半的重裝馬攻也是可以打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地圖方面看起來 Ranny這邊的地圖還不錯 還不錯 兩塊金在後面還行 也有塊金在前面 屬於正常範圍 當然是他的果子比較糟糕一點 前期要稍微防守一下 才能好好守住 那我們看一下肥龍這邊 肥龍這邊地圖 最糟糕的就是這塊黃金 這個金有夠醜 醜爛 右邊這塊黃金是野金的部分 很正常 這塊負金在正前方 哇兩邊的負金都在前方 算是相對平衡了吧 好那這塊金也是有點尷尬 雖然這邊可以開TC 但是這屬於高地的部分 那對手只要移上這個高地 就可以能夠高打低去反擊 所以左邊這個地方 最好是可以為死 那肥龍的話 待會防守附近的話 就安全一點了 畢竟這個地方 離對方家裡 是直線距離 很危險 好那現在兩邊 已經準備要來升到封建時代了 Ranny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好兩邊都沒有偷支部 最近偷支部的人變少了 好那我覺得有些人說 會看對方文明去選擇偷支部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來說 不管你要不要偷支部 我覺得還是別偷比較好 我覺得這有點是 高手們才能做的事情 新手們 去做這件事情 有時候反而會 會適得其反 因為你去偷支部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忘記 你原本要去點支部這件事情 可能到了封建時代就忘了點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偷支部 我的建議是 新手別去搞 別去搞這件事情 有點最近有觀眾跟我說 他偷支部 偷到後面都會忘記要點支部 打完被幹爆了才發現 村民沒點支部 對 這件事情 偷不偷支部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重要 新手最好的還是要 打好基礎弓 這些偷機取巧的事情 是等你真的熟悉了這個遊戲之後 才該來做的事情 而不是你一開始 就是學這些有的沒的 例如什麼 戰崗 原地戰崗巡邏 這件事情也不是新手該去學的 但這個 使用度真的不是那麼的大 你有足夠多手術之後 再來用 才會有他用他的價值 好 那接下來看到 曲折羅人這邊已經出了 毛兵 弓兵還有駱駝 潛壓了 槍兵也是 那薄薄人這邊毛兵開始出門 好躺一下 先把槍兵搞定 給補了兵工廠 一級射 很標準的 這個補的時間有點早 可以看到這邊農田沒殺幾片田 就有點兵工廠 連去這爐 肥龍都還沒有點兵工廠 這個Ranny兵工廠補的是真的早啊 極限點一級射 我覺得這個有點 傷經濟 講認真的 有點傷啊 原來你想 如果你把這個兵工廠的三個農田 先補上的話 經濟會很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Ranny這邊的經濟已經開始落後了 所以這個就是CD5 前期的決策問題 你越早出事 出掉軍事的東西的時候 你的經濟往往會落後很多 好 Ranny這邊是 先點了一級射 現在經濟 欸 結果你點了一級射 結果還被人家打穿收春 吐了 這個經濟更差了 要一收春經濟又不好 完了 肥龍這一波打得好 譬如說肥龍 看你自己穩穩拿捏住了 綠手的心態 你點一級射 就是想要來前壓我 那我就來一個 偷偷溜進去 讓你收春 我再回頭 我的工兵不會損失 你反而收春 經濟就輸我 好 這一波的雪球 已經讓肥龍拿下 而且Ranny為了點這個一級射 經濟也明顯被拉開了 肥龍 盡很順利的點下了 城堡時代了 哇 應該這個經濟差距有點大 四義帝國就是一個 細節累積的遊戲 誰累積的越好 誰就優勢就越大 這就是為什麼四義帝國 這麼難上手的一個原因 好 那接下來 看到這兩邊毛病互丟 肥龍這邊明顯的毛病數量優勢 我每點一級射都比你點一級射還要厲害 那就是毛病對決 會出現的事情 只要數量就能搞定 有沒有一級射其實不是那麼的重要 好 ok 那接下來 肥龍點下城堡時代 哇 看這時代差距來到了快兩分鐘 兩分鐘的舒服期 肥龍就算開TC也會領先 不開TC 強攻也可以直接壓制TC 不管怎麼打 都是領先的一個狀況 時代一領先 這個雪球就滾起來了 好 這邊就要看Ranny 德國高手 該怎麼打 德國的 他應該是德國人吧 沒記錯的話 好 那在封建時代 就一直在Ranny了 那城堡時代應該 居龍一直Ranny了吧 這個村民一直Ranny 經濟就很差 好 城堡時代升上去了 好 修道院補下 卻德羅 肥龍強攻 瘋狂打木牆 家裡 駱駝補下 上邊就是打駱駝 但是伯伯倫的駱駝 只有價格上的優勢 但並沒有增上的優勢 所以這一點Ranny 是有點虧的喔 要正面互打的話 Ranny不一定會贏 好 但這邊數量上優勢 應該是能贏 好 回頭打一下 這邊有沒有先集火一隻呢 有 Ranny這邊集火第一隻駱駝 兩邊駱駝鞋 高打低反擊 4打3 然後結果打得快平手 這什麼畫面 這就是曲折羅的駱駝嗎 好猛 OK 這個回頭有點虧 結果反打回去 勝率招翔 來不及招 會被砍死 OK 偶然被拿下了 這邊 肥龍 往後拉 勝率在著想 運招 回頭擋下 不擋 直接運招找到了 指滴 欸他怎麼知道他是招哪一隻的 這個細節看得那麼出來的 有沒有可能滴錯啊 好 Ranny這邊是繼續出駱駝 肥龍也是 兩邊都是走了一個駱駝 勝率路線 很標準的一個反馬路線 好 肥龍這邊是決定要先3TC 開農 Ranny這邊是繼續轉出的輕騎兵 想要來打一個封城堡時代 肉馬 嗯 招翔到 沒關係這個自滴掉 OK 肥龍這邊操作很正確啊 要趕快自滴就行了 不用被怕招翔 那為什麼剛剛駱駝不先打 蛇駝把他打死就好了呢 因為根本打不死啊 駱駝單挑蛇駝的情況下 是一定 沒有辦法來得及阻止他招翔的 騎士的話可能還有機會喔 但是駱駝是絕對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駱駝是 6.3害值 打勝率的話是30滴血 6 5 30 至少打個5道喔 但騎士只要打3道 整整差了兩道的攻擊一間隔 整體來說是不太可能 拿得下來的 好那現在Ranny補下了3TC 肥龍在這個時間點 在駱駝家裡 爽爽的農出村民 村民領先15村 怎麼輸 15村的領先 好這邊砍掉生旅 肥龍這邊七匹兵也打得很好 好超強一下 逼退 後面要小心 兩邊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打鬥 肥龍這邊可能要帶農下 這邊可能是想來鴨寶 你鴨寶的話這邊要補瓶種 跟那個輪 好可以補瓶種了 好 那駱駝要繼續補 OK 補駝駝 再來鴨寶囉 肥龍這一臉我就是要來鴨寶 你的TC開在前面就是一種不尊重 不尊重 你是不是覺得我不會壓你寶 那Ranny這邊要在前面開TC的話 那重點就是他的軍事一定要夠強 才可以壓制的回去了 所以他應該也知道 這裡我一定要爆兵 這個TC不然保不住 好 再爆兵囉 16隻駱駝 其實數量很多 但對方都有清洗兵 這兩隻清洗兵上去直接砍 砍掉一隻 再砍 再砍 哇靠 最後沒有招強到 肥龍的三隻 生女直接倒光 但是Ranny的 生女也被砍死了一隻 但是兩隻活下來了 好 肥龍這一波挖石頭壓寶 看來是沒有辦法成功了 不然你這波的反擊應對打得非常好 一般人的話應該這時候已經被壓寶了 好看來壓寶不成 壓在自己家吧 反而是自家需要先防守了 對方駱駝出量是真的很多啊 好 商業人在這邊想要來敲這個城堡 看人有點太多了 好 點下來一擊射 哇肥龍這邊爆木頭啊 一千多的木頭 沒有補4級 也不能賣掉 但現在也不能去做一個買賣啊 完了完了完了 衝進來了 肥龍這邊經濟有點炸裂 駱駝 擋不住 生女趕快招 不然你這波走進來 肥龍家裡 黃塵內大亂 城隍內的和氣 都被打亂啊 18隻駱駝 擋不住 插了10隻駱駝 是讓青旗命過來 再一刀 拿下 活了下來 怎麼會這樣子 有點這個神聖 神聖思想啊 這個神聖思想啊 血量15滴血要3刀 OK 這一波倫尼 打完之後 選擇了退出 那肥龍則是 悄悄的 轉出了環刃頭之手啊 那環刃頭之手的話 不點銀罐的話 這個肉類蕭是很猛的 一直到60塊錢啊 非常的貴啊 因為你出一隻駱駝 15肯都還不用這麼貴啊 大概也是一隻駱駝的價格 但是他的數量要堆疊起來 才會強 而且又害怕頭石車奴炮之類的單位 現在環刃頭之手 真的是壓制力 沒有這麼的強大了 好 現在 往前衝 Riny點下帝王時代 這一波 飛龍時代入後 爆木頭 經濟有點差 但是最後還是選擇來壓寶 他真的覺得這個寶 不壓可惜 但是 壓不到城的中心 城寶有點遠 二級車點了 還摸不到你的石頭 飛龍這個壓寶 好 讓我笑了 但是頭車可以很好輸出 但我知道他為什麼要壓制啊 因為這邊是高地啊 高地寶 好 確實會有想讓人家想壓的衝動 能夠理解 好能夠理解 好下方的駱駝 反正回去 好 Riny定洋時代 二級馬凱 都已經陸陸續續點下了 城寶壓著 紅石車要小心 欸 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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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 現在在專心在控這個城寶 但是Riny這波一定會打起來 這個不可能眼睜真的讓 看飛龍給他壓響 好先拿駱駝去處理頭子車吧 好駱駝直接戰崗模式 原地巡邏 這一波 原地巡邏有料嗎 看來沒料 數量夠 不夠多 巡邏打起來傷害並不夠高 直接被駱駝全部吃光了 但是城寶還是順利蓋了起來 這一波Riny 虧了 所以說飛龍這個原地巡邏 戰崗 稍微有點有用 雖然太少用起來就不太有用了 好 這一波反射 射掉了幾隻駱駝 但這一波已經賺了 城寶碰住兩個城鎮中心 好 但帝王時代早就已經上去 城寶挖出來 趕快來蓋巨型投擲機 拆掉這些圍箭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那飛龍這邊的問題 就是要趕快把石頭給挖出來 現在沒有石頭可以修理城寶 好趕快挖趕快挖 OK來挖了 好 這就是世紀帝國上帝王的觀念 人家已經帝王了 你沒有石頭 那你要趕快挖 因為你要先預判對手的預判 當你能一直預判對手的預判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預判成功了 那你就可以獲得非常大的經濟優勢 好 勃勃人這邊三騎馬卡 駱駝 依序點上 這裡走進來 被射個一波 跑了過來 好 直接點掉 好這裡要小心 好回頭 好左邊這些漏駝 硬吃城市中心 開砍 好 打環人頭這手走進來有點難受 巨星投資機開始工程 但沒關係 不過準備好石頭 但石頭現在有點難挖 所以不能怪 雖然飛龍如果要去買石頭的話 很傷經濟 但不買又不行 好稍微敲個一下 沒石頭了怎麼辦 我石頭被控住 Rining這邊也是打得很好 直接針對石頭開敲 好 OK 這邊環人頭這手 繼續輸出 兩台巨頭了 好 趕快蓋房子 沒石頭 賣了兩百石物 換了137塊黃金 這裡需要來不及 放棄了吧 別修了別修了 哇 這波只能說Rining打得好 先針對石頭 重點打擊 好 就是直衝石頭 這樣子 他這邊的進攻 就可以延續下去了 OK 這一波 肥龍有點被打到頭破血流 這個經濟有點糟糕了 好 但是沒有應修城堡 算是一個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如果他應修的話 經濟一定會炸開來 好 肥龍現在 點下了 三井的步兵鎧甲 還人頭子手的路線 並沒有打算放棄 因為還人頭子手 很適合打這種 防禦低的單位 像是駱駝啊 槍兵 或是戰毛兵 這些都是近戰防禦 比較偏低的單位 還人頭子手的話 就很好克制這些單位 好 電用時代有折扣優勢的 薄薄駱駝 肥龍 還是要走駱駝吧 那如果要走駱駝的話 重裝駱駝要找個機會點下 好 右邊一隻還人頭子手 騷擾 好 回頭打閃血的 如何 還人頭子手過來 來 好 收掉 好 現在要趕快點下金銳升級 沒有金銳的版本 這個傷害有點差 記得金銳之後變成4加2 傷害變成來到6 6點傷害值 6點就是他的天花板傷害了 好 4台巨型頭子機 那伯伯人該怎麼打 還人頭子手呢 這個辦法就是轉出騎士 或是轉出駱駝攻兵 都是很好打 還人頭子手的方打 轉弩炮其實也行 但是弩炮在帝王時代不太能用 好這一波 騎士往前衝 好投防駱駝往前壓 重裝騎士往前 繼續推進 城堡繼續輸出 直接硬吃 駱駝要小心 還人頭子手 拉打沒有辦法 浩德拉 因為重裝騎士防護太高 根本打不穿 攻擊力只有5點 打重裝騎士怎麼打 都是一滴血 是不是Ranny想要的效果 如果直接用重裝騎士硬吃 你就沒輒了 OK Ranny這一波騎士送光 變成在兩個城堡上的火力交叉 傷害實在太高 但這一波 直接 爆了一千多的時候 要直接硬修 這一波硬修 Ranny 有點賺喔 反正四個巨頭應該是可以拿下的 這裡村面有二十幾村嗎 二十五村 兩村沒在修 那有機會修得起來喔 二十三村的話應該是修得起來 四巨頭 欸五巨頭 好本來有修起來 因為這邊是高地堡 如果是平地堡的話 現在已經沒了 好但是要趕快趕快再拉更多村過來修理一下 石頭燒得很兇猛 剛剛一千多石頭 現在已經剩下五百了 Ranny 這邊還在Ranny 正在Ranny 就可以有機會修得回來 但是石頭已經來到了極限 一千多石頭 修到了一百 準備石頭要歸零 但是巨型頭石機 終於拿下一台兩台 但是城堡還是爆炸 我們恭喜Ranny 拿下了城堡 哇 這五台巨型頭石機 這樣值了 直接換你一千石頭 那這樣還人頭之手 就只剩下一根城堡能蓋囉 你的產能被受到極大的壓制 那Ranny 這邊只要繼續再產出重裝騎士 應該就十拿九穩這些 好 還人頭之手了 好 重裝騎士往左邊看一下 好 看到 這裡有 村民 就進去 好 現在有點壓力了 沒有石頭的遊戲 還人頭之手 很難生產 是考慮要不要轉型 當然不管這裡要怎麼轉型 最好的辦法就是 直接出駱駝就好了 如果不走駱駝的話 也可以走相公 這是兩個方法 但如果走相公 又會怕駱駝工兵 所以後期也可以考慮走火槍 但現在走火槍沒什麼意義 因為伯伯仁本身是一個 騎兵國民 步兵的話不太可能會出現 出火槍的話又被駱駝工兵給壓制住 所以現在肥龍轉兵 最大的麻煩就是 沒什麼好轉的 就只能用重裝駱駝進行壓制 如果對方轉駱駝工兵 那就是轉閃避馬 也是ok的 好 總而言之 現在肥龍不管轉什麼 都不太好打 正中駱駝可能是唯一正解了 好 Rining這邊就是直接 繼續出駱駝壓制 好 就是駱駝大戰了 這裡Rining也不太好轉兵 要轉兵的話也只有 駱駝工兵這個選項 但是如果要轉路途工兵的話 需要城堡 跟打兩經濟才行 這邊石頭要被抓爆了 怎麼辦 Rining要Rining了 這邊要趕快跑 十二隻 村民被抓爛 好 這邊三級馬鎧也順利點下了 這邊這塊黃金弓 十隻已經快把這個野精挖完 接下來Rining要面對的問題是 沒有黃金的問題 黃金大爆彩 四十幾村 再挖黃金 好 這裡駱駝燒得很不錯 屈特羅後期的駱駝傷害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沒有三攻 打聰明要打很久 好 現在駱駝傷害只有7加1 火鍋人這邊駱駝 直接狂暴 好 點出了銀罐薩地利 你終於想起來你有這個科技了 好 現在薩地利補下 現在雙方都在專心控黃金 你扣黃金 你扣黃金 我也扣你黃金 但這個石頭 Rining有打算要要回來嗎 感覺有點虧阿 你扣黃金 好 雷唇拿下 現在 重裝長槍兵 點下了 Rining點出了關鍵科技 重裝長槍兵 雖然沒有擊兵 雖然沒有擊兵 但是槍兵依舊很好打 漏馬 跟駱駝的喔 OK 那我覺得這個轉兵相當關鍵 肥龍看到應該疑惑 你這個軍營該是什麼意思呢 是你要出劍勇嗎 出劍勇的話 確實可以給到壓力 但是對方的火槍 好 槍兵的話就很划算喔 不用黃金 那現在肥龍最尷尬的事情是 現在黃金的部分 不太好採阿 不是不太好採 是沒什麼黃金可以採阿 黃金的部分 已經越來越少了 Rining也是一樣的道理阿 兩邊開始要進出 進入焦土戰了 好 但還人投資手 現在還有少量數量在後面 就慢慢量產起來了 肥龍看到你轉垃圾兵 我們剛好說 還人投資手打槍兵 很舒服 但是沒有精銳的還人投資手 能為肥龍帶來笑容嗎 我看是 有機會 給Rining帶來笑容阿 笑容出現在Rining的臉上了 哎呀 你走還人投資手 繼續花你的食物跟黃金 你只要一步 沒有辦法成型 那成型的就會是我 好 這個直接壓寶 好 肥龍看到了 趕快拉圖門過來解決 鎖鎖繼續往前走 好拉了一些鎖鎖過來 這要變倒腿堡了嗎 蓋在臉上 真的是有點過分了 70 80% 82 83 84 應該蓋不起來了 90% 3 92 停了 Rining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然後直接正面硬蓋 但是現在 肥龍家裡 有點四處著火囉 駱鎖一直在瘋狂砍村民 左邊大量村民直接被砍爆 但是Rining村民也是被砍了很多 這裡蓋了一堆村民 房子過來 駱鎖過來做處理 存在東西補下 村民直接過來硬蓋 駱鎖擋住前面的戰線 村民還是摸到了城鎮中心 城堡被蓋了起來 肥龍要吐了 這個黃金跟絲頭被空下來 要怎麼打 沒得打了 這個肥龍 三條槓 這個黃金直接被幹走 然後現在到處都是駱鎖 現在轉槍兵 也沒得轉 因為曲折羅 不能升級重裝場槍兵 但是伯伯可以 曲折羅應該是倒了 沒黃金 曲折羅我真的是不知道怎麼玩 我從來沒有玩過 沒有黃金的曲折羅 還能打得贏的 曲折羅應該是要 去舉私密打了 好駱駝 跟洛馬 繼續衝你後面的墓區 哇現在才點下二攻 哇還點下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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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搜村 原來世術都在著火了 人不搜不行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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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an 這一波打得漂亮 尤其是這五臺巨頭啊 直接拆這根寶拆了一千多的石頭 其實這一點啊 我就覺得肥龍的優勢越來越少 那沒有辦法啊 肥龍這個文明他並沒有 轉出這個化學出來點下火炮 就算看到五巨頭那一瞬間也來不及了 那我覺得肥龍跟Ryne的 痛石頭這件事情也是打得非常好 第一時間把最初的石頭空住 拿下第一根城寶 那肥龍在之後呢 我們並沒有轉出化學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大的伏筆啊 如果有化學的話有火炮 那待會那五臺巨頭 就不會攻城的這麼的舒服了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油 好肥龍拿下資源上勝利啊 你看肥龍基本功這麼的好 卻輸掉了比賽啊 只能說Ryne在這場比賽中 展現出了非常好的 預判的預判 你轉什麼就轉什麼 那你要帶回去什麼資源 我就壓你什麼資源 直接把資源給壓爛了 肥龍最後是少了大概快要700斤 才輸掉比賽 這已經算是非常好的戰績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大家下資訊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